欢迎收看后盾网视频教程 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3w.后盾网.com 免费下载高清版 请登陆后盾网论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后盾网视频教程 我是Code宝宝 这节课呢 咱们继续讲解ZavaScript的课程 上节课呢 我给大家介绍了一款ZavaScript的调试工具 Firebug 还给大家介绍了 ZavaScript的 三个输出函数 一个呢 是这个警告框 还有一个呢 是输出到网页当中 还有一个呢 是弹出一个输入框 以及给大家介绍了 ZavaScript在HTML页面当中 放置的几种形式 放置几种方式 以及每种方式呢 它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还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ZavaScript的注释 第一种呢 是对付旧的浏览器 这个呢 主要就是针对 不支持ZavaScript功能的一些浏览器 防止它输出到 网页当中 还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行列注释和快注释 咱们要养成这个 良好的注释习惯 可以方便咱们对代码的修改和维护 以及方便别人能够阅读咱们的代码 好 这节课呢 咱们继续讲解ZavaScript 这节课的内容呢 是ZavaScript的变量和数据类型 在讲变量和数据类型之前呢 咱们先讲一下 ZavaScript的命名规范 命名规范 好 第一点 第一点是严格区分大小写 ZavaScript呢 它是严格区分大小写的 它的命名规范 在PHP当中呢 只有这个变量和这个长量呢 它是区分大小写的 函数和这个类呢 它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但是在ZavaScript当中呢 它的一切的这个命名规则呢 都是区分大小写的 好 咱们现在来简单的测试一下 好 打开EditPlus 新建一个新建一个文件 好 文件是 命名规范 好 咱们保存一下 今天是第三课 好 name 好 咱们现在用到上节课的知识了 ZavaScript 这个ZavaScript呢 可以放入到网页当中的任何位置 它 现在咱们是以这个Script的标签队来进行调用的 咱们 咱们呢 先命名一个变量 是A 然后呢 给它负一个值 它的值是后盾网 好 咱们现在呢 再来秘密一个相同的值 视频教程 好 咱们现在弹出A 弹出A 好 再弹出一个A 大家看一看 两个A弹出来 都是视频教程吧 说明 他们 后面这个 把前面这个变量覆盖掉了 对吧 说明他们是 一个变量 对吧 好 咱们把这个小写的A呢 改成大写的A 咱们再试一下 好 A 第一个呢 是后盾网 第二个呢 是视频教程 说明他们两个 是不同 不同的变量吧 好 这就是 它是这个ZavaScript的命名呢 是严格区分大小写的 无论是这个变量也好 函数也好 还是将来咱们要学的这个对象 都是严格区分大小写的 第二点 变量的命名 必须以 字母 或 下画线 或 Dolv开头 余下等 余 余下的部分 可以是 任意的 字母 数字 或者是 或者是这个下画线 或者 或者 Dolv 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在命名变量的时候呢 咱们在这个命名变量的时候呢 开头 只能是 字母 或者是 或者是下画线 或者是这个 Dolv开头 只有这样的命名呢 才是规范的 好 咱们现在来 先用这个字母 命名一下 后盾网 咱们将它弹出来 肯定是没问题的 后盾网 好 以这个下画线呢 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好 那Dolv呢 咱们在前面 加一个Dolv 这个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对吧 好 那咱们以这个数字开头 咱们试一下呢 这个就会报错 因为它不符合 Dolv Clip的命名规范 那以其他符号呢 比方说是锦号 比方说是锦号 这个也是错误的 咱们 调用一下锦号 好 所以说它命名的时候呢 只能是以这个字母 下画线 或者是Dolv 来开头 后面的呢 余下的部分呢 可以用任意的字母 数字 下画线 或者是Dolv 好 这个就是咱们的第二点 必须以 字母 下画线 或Dolv开头 余下的部分 可以是任意的字母 数字 或者是下画线 或者是Dolv 好 第三点 不能用关键字 或者是保留字 命名 好 什么是关键字 什么是保留字呢 关键字 其实就是咱们 现在 经常用到的一些 这个字 比方说 这个V 它就是ZyvaScript 定义的一个关键字 关键字呢 也可以理解为 ZyvaScript的系统 自己定义的 某些 某些 某些字 这些字呢 可以定义这个ZyvaScript的 开头或者是结尾 比方说是这个V呢 它就是定义这个变量的一个开头 对吧 它就是定义变量的一个开头 用来识别 是否是一个变量 对吧 好 还有比方说是咱们 课堂上用过的这个For 它也是一个关键字 它是什么意思呢 以For开头呢 好 后面For后面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语句 对吧 这个就是关键字 好 咱们现在试一下用这个关键字 命名一下这个变量 看看可行不可行 后登了 好 咱们现在输出 输出一下 输出For 看看是什么效果 它肯定是报错的 对吧 它因为不符合这个ZyvaScript的命名规范 它用了这个ZyvaScript的关键字 那什么是保留字呢 咱们每个人呢 都应该以这个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是看待着任何事物 这个ZyvaScript它的 这个编写者呢 也是以这个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的 因为ZyvaScript呢 它肯定随着这个程序的发展 随着这个互联网事业的发展呢 它肯定也需要相应的这个改进 所以呢 它就为改进呢 预留了一些字符 这个就成为保留字 当然很有可能 现在咱们用这个保留字呢 可能不会报错 咱们在这看一下 ZyvaScript的保留字 在这个W3事故 这个网站上面 大家可以呢 在这个网站上面了解一下 看一下 这个保留字有哪些 关键字有哪些 对吧 好 咱们现在用一下这个 用一下这个关键字 咱们看看会不会出错 定义一个变量 CHAR 这个是保留字吧 好 咱们看一下 后盾网 视频 较成 好 现在咱们弹出一下 CHAR 好 它现在不会报错 但是呢 如果它以后升级的话 它就会变为关键字 那咱们如果用这个CHAR定义的话 咱们的程序肯定 咱们的程序呢 肯定会出现问题 所以呢 咱们在定义变量的时候 最好不要用 不是最好 是一定不要用这个 关键字或保留字来命名 大家在这个网站上面呢 对这些字呢 最最起码混个眼熟 对吧 不要用这些字呢 作为变量名 或者是函数名 以免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错误 好 第四点 第四点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 ZyvaScript 就是它自己的一个命名习惯吧 ZyvaScript的自己的 自己的命名习惯 为什么说是习惯呢 如果是规则的话 那咱们就是必须要遵守的 习惯的话 咱们可以学习 因为它这个命名的习惯 还是挺好的 包括它用的这个 托分 托分命名法 命名法 托分命名法是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骆驼的那个背上面 那个托分 对吧 它是高低起伏的 比方说咱们 大家熟悉的自己的一个函数 getElementById 用这样的方式命名 是不是看起来的话 比较省事 对吧 方便咱们阅读 如果咱们打一堆这个字 ElementById 是不是 如果这样的话 打上去的话 这样的话 咱们看起来是不是很费劲 对吧 如果即使如果出错的话 咱们是不是也很难找到它的错误 像咱们用这种方式书写的情况下 然后比方说是咱们打错一个字 咱们很轻易的 然后就可以找到它的错误 是在哪处的错 对吧 这个托分命名法 还有一个是 手字母大写 手字母大写 大家script里头的 它的对象 都是用 手字母大写的形式命名的 比方说 它这个 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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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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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对象 op object 对吧 它就是用这个大写字母来开头的 所以说 咱们可以呢 学习它这个命名好的习惯 当咱们命名变量的时候 或者函数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 这种 图分式命名的方法 来命名 咱们看到 这种命名的方式呢 就能够知道啊 原来它是一个变量 原来它是一个方法 咱们以这个 手字母大写的方式命名这个变量呢 命名这个对象呢 咱们也可以看到 手字母大写 一看它就是一个对象 对吧 可以方便咱们 开发的时候 然后更容易的这个识别 自己所写的程序 或者是别人所写的程序吧 好 第五点 这个是其实是很重要的 命名 一定要有意义 比方说我刚才的这个命名呢 命名了 随便命名了一下 它这个是毫无意义的 比方说我隔上 十天半个月回来看一下的话 好 我这个很有可能我就不知道这个变量是什么意思 对吧 它这个变量代表什么 而当我们这个采取有意义的命名方式的时候呢 甚至可以省略这个注释 对吧 比方说 VIR 内幕 等于张三 然后H 等于12岁 然后Sex 性别 他是一个boy 他是一个男孩 对吧 像这种有意义的命名方式的话 即使我不加注释的话 我也知道啊 他这个是 他的名字 是这个 嗯 张三 年龄是12岁 性别是男孩 对吧 这个就是 嗯 咱命名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意义 好 第六点呢 嗯 咱们讲一下这个 分号的一个用法 在PHP当中呢 嗯 这个分号是必须加的 如果 呃 咱们如果要是 嗯 在末尾的话 不加这个分号的话 程序就会报错 但是在咱们 在Square的里头呢 咱们看一下 他会不会报错 比方说把这个分号去掉 咱们弹出一个 嗯 内幕 这也没有分号 咱们看一下 他是什么效果 对吧 他是不会报错的 呃 但是 这仅限于什么 仅限于 一行 一行这个 呃 一行这个代码呢 仅有一 仅有一条语句 或者是仅有一 一个表达式 对吧 这样的话 他 嗯 才能够正常的运行 如果说 咱们在一行的话 然后 又 命名了 又命名了一个变量 比方说是 又命名了一个A 对吧 然后他是 这个后盾网 他肯定会报错 因为程序 不知道 他这条语句 是从哪里 开始 从哪里 结束的 所以说 当咱们一条 呃 一行代码 要执行多条语句的时候 一定要用分号隔开 嗯 其实呢 咱们应该是养成这个 呃 结尾用这个分号的习惯 这是一个良好的编程习惯 无论他会不会报错的情况下 咱们 在咱们呢 都随手给他 把这个分号打上 打上是一定不会有 不会错的 嗯 在执行 在 呃 一行这个代码 执行多条语句的时候呢 大家记住 一定要加这个分号 好 这个呢 就是咱们今天讲的 嗯 ZaraScript的命名规范 嗯 好 接下来呢 咱们开始讲解 这节课的内容 ZaraScript 变量 好 变量呢 是 呃 任何编程语言的 一个基础 最基础的一个东西 嗯 如果有这个 嗯 嗯 编程开发经验的 呃 同学呢 对这个变量呢 肯定不陌生 因为咱们每天都在和这个变量 打交道 那么 什么是变量呢 其实变量就是 嗯 可以 存储 数据的 一个容器 它其实就像一个盒子一样 像一个容器一样 它可以把咱们变量的值呢 存储进去 存储在一个容器当中 嗯 比方说咱们这个定义的一个 变量是内部 这个内部呢 就是变量 然后呢 这个张三呢 就是它的值 咱们可以把张三这个值呢 存储在这个变量当中 然后呢 当咱们用的时候呢 再把它取出来 好 这个就是变量 咱们简单的画一个图 帮大家理解一下 好 咱们画一下 这个呢 就相当于是咱们的内存 这个是相当于咱们的内存 也就是说是 它会把这个变量呢 会把这个嗯 它的值存放到咱们的内存当中 当我们每声明一个变量 比方说我现在声明一个变量 好 等于内部 当声明一个变量的时候呢 它就会在内存当中 开辟出一个区域来 相当于这个变量呢 就是符号化的这个内存 好 我声明了一个变量 是内部 当我声明的时候 它就会在内存当中呢 开辟一个区域 然后来保存 它的值 那它的值是怎么保存进来的呢 好 是通过这个等于号 这个等于号呢 并不是咱们数学当中的等号 它是一个负值的意思 也就是说是把等号右秒的值 付给等号左面这个变量 也就是说左面这个变量呢 保存了右秒的这个值 好 它右秒的这个呢 是一个值 是一个值 好 这个就是变量 把它保存起来以后呢 然后当我们需要运用的时候呢 然后再从这个内存当中 然后提起出来 供咱们使用 当我们使用完它以后呢 也就是当我们浏览器关闭以后呢 这个变量呢 它就会自动销毁 然后来 把咱们的内存呢 然后来腾出来 供咱们下次使用 好 这个就是变量 好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些 介绍了一下变量 那下来呢 接下来呢 咱们讲一下 这个变量 如何创建 也可以说是如何声明 如何声明一个变量 大家可能对这个 如何声明一个变量呢 并不陌生 因为我前面举例子呢 都是用这个变量来举的 好 对这个Y关键字 大家应该是现在很熟了吧 好 必须呢 以这个 必须以 Y关键字 来修饰 用这个Y关键字来修饰呢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浏览器 执行到这一块的时候呢 它会告诉这个DylaScript的程序 好 我这个后面呢 它是一个变量 等号 右面呢 它是 我的值 等号 左面呢 是变量的名称 对吧 它就是 相当于它 它就是要告诉浏览器 好 我这个是一个 我这个内幕呢 它是一个变量 好 必须以 Y关键字来修饰 那它的命名 它这个声明的方式有几种呢 好 第一种 是 先声明 后复值 好 咱们来看一下 好 咱们把这个 干掉 咱们新建一个文件 保存一下 这是咱们的第三课 好 为了 变量的声明 好 咱们在 BodyT里头呢 倒用一下 Script 好 咱们先声明一个变量 BBS 好 声明完成以后呢 咱们再给它复值 比方说 BBS 点 后 顿 网 点 靠 好 咱们现在弹出一下 BBS 看看是否 复值成功 好 这个是复值成功的 也就是说 我们呢 可以先声明一个变量 而不给它复值 当我们要用它的时候呢 我们再给它复值 好 这个就是 第一种声明方式 咱们可以考过来 先声明 后复值 好 第二种方式呢 声明和复值 同时 同时进行 同时进行 声明和复值 声明和复值 同时进行 到时候呢 我都会把这个笔记和这个链线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打开这个注视 大家就能测试 好吧 声明和复值同时进行 好 咱们呢 这种方式呢 大家肯定不会陌生 因为我以前这个声明变量的都是以这种方式来进声明的 比方说 比方说UIL 等于声明了一个变量 叫做UIL 好 我要给这个UIL 附个值 它的值是什么呢 www. www.com 好 这种方式呢 肯定是没问题的 咱们已经演示过很多遍了 好 没问题 咱们把这种方式呢 咱们考过来 好 这是它第二种的声明 第二种声明方式 大家可能想到了 肯定还有第三种 对吧 一次 一次声明多个变量 一次声明多个变量 然后 然后再复值 好 把这个注视一下 下面 一次声明 一次声明多个变量 然后再复值 咱们先声明多个变量 name 大家记住 声明 声明多个变量呢 要以这个逗号隔开 然后age 并且呢 你直接 只用一个v关键字就行 然后用逗号隔开 写你 想要的这个变量名 然后呢 不需要写多个v 好 age 然后 sex 然后呢 当最后一个变量完成以后呢 然后 要加这个 分号 当然不加分号也是可以的 对吧 但是呢 咱们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好 好 咱们现在弹出一下 gen h gen sex 好 现在弹出一下 好 现在都全部弹出来了 李四 14岁 他是个男孩 对吧 这种声明方式也是可以的 好 咱们把这个格式呢 考过来 呃 大家看到这种格式呢 大家很有可能能想到另一种格式 就是一次声明多个变量 然后并且呢 然后复制 同时进行复制 对吧 当然这种方式也是可行的 一次声明多个 多个变量 同时 进行复制 这个也肯定是没问题的 好 咱们测试一下 其实咱们刚才已经是测试过了 对吧 好 咱们还是 这个 名字 等于 网5 逗号隔开 也是以这个逗号隔开 然后后面的 呃 变量呢 都不用再次使用 y关键字 age 等于 16 17 然后逗号隔开 sex 等于 go 是一个女孩 好 然后咱们能弹出 name 加上 age 再加上这个sex 咱们看看 可不可以弹出来 32号 name age sex A-L-E-R-T 好 咱们这儿缺少了一个 好 这个是没问题的 咱们把这个呢 考出来 好 这个呢 是它的格式 好 咱们现在呢 讲了四种 这个变量声明的方式 对吧 好 咱们现在再来讲一下 如何 如何 如何覆盖 覆盖 已有 已有的变量 好 大家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比方说 好 现在咱们注视一下 比方说 咱们现在声明了一个变量 声明了一个变量 是这个 URL 对吧 声明了一个变量 并且呢 给它复了一个值 是这个 百度 点靠 给它复了一个值 是这个百度点靠 现在呢 我想重新覆盖这个变量 URL 这个 我又重新声明了一次 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大家看一下 要1RT 还有 大家猜想一下 这个它会输出什么呢 好 还是输出原有的值 对吧 还是这个输出原有的值 但是如果我想覆盖它怎么办呢 好 然后我们可以让它重新等于一个值 比方说 www.houghton.com 咱们现在再来输出看一下 它肯定会覆盖掉 对吧 如何覆盖已有的变量呢 好 其实分为两点 第一点A 如果 如果 重新 声明 声明改变量 而没有负值 而没有负值 该变量的 值呢 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 好 第二点B 如果 重新声明 改变量 并且 重新负值 重新负值 那么 旧的 变量 值 会 删除 改为 新的 变量值 好 这个就是 如何覆盖已有的变量 好 第三点 咱们再来猜想一种可能 咱们现在所有的变量呢 都是以这个Y关键字来修饰的 那如果咱们不用Y关键字来修饰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不用 不用 关键字来修饰 变量 好 咱们看一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比方说咱们现在有一个变量叫做AA 对吧 好 分号 咱们现在来弹出它以下 看看AA 是什么样子的 它肯定会报错 为什么呢 因为 XSQ的程序 不知道它是什么 不知道它是用来干嘛的 对吧 它肯定会出错 好 那还有一种可能 比方说咱们没有用这个Y关键字 但是呢 直接给它复理一个值 我是没有声明的 对吧 咱们看 弹出一个AA 能不能获得它的值 我们看到了 是可以获得它的值的 也就是说 在Zhavascript中 如果一个变量没有声明 而给它直接复值的话 Zhavascript呢 会把它认为是一个全局变量 认为是一个全局变量 对吧 会把它自动转换为 这个变量的 至于什么是全局变量呢 咱们后面会讲 咱们在这只要 只需要知道就行 如果 如果一个变量 没有用Y关键字修饰 而它也没有值的话 那么它其实就是一个错的 它根本不能称之为变量 而如果一个值呢 它没有用Y关键字修饰 但是它已经给它复值了 Zhavascript呢 不会认为它是错的 会认为它是一个全局变量 好 咱们呢 把这个整体考一下吧 考过来 好 咱们现在呢 打一下这个说明 如果 不用 万 关键字 来修饰的 变量 并且 这个 所谓的变量 没有复值 也 也 没有 复值 那么 Zhavascript Zhavascript 会 报错 也就是说 它不能称之为变量 但是 第二种呢 如果 要咱复值一下 如果不用Y关键字来修饰变量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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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变量呢 复值了 当这个变量呢 复值了 那么 咱们 Zhavascript 会把它 会把它 当做 一个 全局 变量 来处理 不会 报错 但是 我们 不 推介 使用 好 这个什么是 这个全局变量呢 我们为什么又不推介 使用呢 咱们后面会讲到 现在呢 咱们就不讲那么深了 好 我刚才给大家解释这个变量的时候呢 画了一个图 是这个 解释这个变量的 当我们声明一个变量的时候呢 变量会在内存当中 开辟出一块区域 然后 把它 等号右面这个值呢 存储进去 好 那么这个值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什么类型呢 好 下面 接下来呢 就是咱们要讲的另一个内容 第三点 DyvaScript 中的数据类型 稍等一下喝口水 好 ZyvaScript 当中 它有几种数据类型呢 咱们在讲这个之前呢 咱们回忆一下 PHP当中 有几种数据类型 PHP当中呢 是有八种数据类型 有四种标量 对吧 有两种这个符合类型 还有两种特殊类型 那咱们ZyvaScript当中 有几种类型呢 其实从大的方面来说 它就有两种类型 它就是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什么 初始类型 第二种类型是什么 是引用类型 好 在这个 初始类型 又包括 哪些类型呢 初始类型 它又包含 五种类型 也就是说是 有五种类型 是这个初始类型 分别是 Undefied Undefied 然后 那 还有数值 在这个PHP当中呢 是分为这个整形 还有这个符点型 但是在ZyvaScript当中呢 整形和符点型呢 都属于这个数值类型 都属于都属于这个number类型 好 还有是train类型 就是字符川类型 好 还有什么类型 大家想想 布尔类型 引用类型呢 它其实就是一种 就是 就是class 有过面向编程 面向对象编程的同学呢 肯定知道class是什么意思 但是呢 在这个ZyvaScript当中 它没有这个类的概念 它只有这个对象 object reject 引用类型 好 那大家肯定会有疑问 这个 它为什么会分为这个这两种类型呢 初始类型和引用类型 它是依据什么来分的呢 分这两种类型的呢 好 我现在给大家画一个图 简单的解释一下 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好 其实呢 ZyvaScript在运行过程当中 当 我们调用ZyvaScript的时候呢 ZyvaScript的程序 会把内存分为四块 分为四块 好 咱们用这个轰框 表示这个内存 好 咱们标明一下 内存 它是内存 然后呢 ZyvaScript会把这个内存分为四块 所谓分成四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呢 会把不同的东西 然后分为四种类型呢 保存在这个内存里头 好 第一个呢 咱们用这个黑色的线表示 是这个站 有过这个编程经验的 应该是 大家知道这个站是一个什么东西 第二个呢 是这个堆 好 还有两个呢 今天咱们可能不会讲到 但是咱们在这儿简单说一下 一个是代码段 一个是代码段 还有一个呢 是静态区 静态区 好 这个是站 站 站 好 这个呢 是堆 好 大家再回忆一下 我刚才讲 变量是什么 变量的定义是什么 变量的定义就是 它是可以 把这个 可以存储数据的一个容器 对吧 好 那咱们这个数据 是 依据什么划分的呢 是依据什么 把它划分于这个初始类型 和这个应用类型的呢 主要就是 看这个数据 它是存储在 哪一个 在存储在内存中的 哪一个地方的 当我们 声明一个变量的时候 比方说 咱们声明了一个变量 内母 当声明了这个变量的时候呢 变量就会在内存当中呢 开辟一块区域 然后 根据 根据 你输入的这个类型 然后 计算机进行来判断 程序进行判断 判断 如果你是属于这个 如果你的长度 长度是属于不可变的 然后把 把它存在 这个站当中 然后如果你的这个数据呢 是可变的 然后把 把它呢 存在这个堆当中 而咱们 这个原始的数据类型呢 全部都是存在 这个 原始的数据类型的值呢 都是存在这个站当中的 好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好 这个是站区 然后呢 这个是 un-defin 类型 好 第二个呢 是这个 浪类型 第三个 是这个 是寸类型 也就是 字符串类型 第四个呢 是咱们的 数值类型 好 第五个呢 是咱们的布尔类型 布尔类型 好 咱们这个初始类型呢 它的这个 值呢 都是固定的 它这个值的空间呢 都是固定的 包括这个un-defin 其实它 只有一个值 它的值 就是un-defin 那呢 它也只有一个值 值就是它的字面量 也就是那 这个 这个number呢 虽然它说是 它可以输入 12345678 它的值 这个是不固定的 但是它的空间是固定的 空间固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是 其实SyvahScript 已经是规定了 这个数字 的最大值 和最小值 它呢 它的空间呢 就是从这个最大值 到最小值 这段空间 什么是布尔值呢 布尔值 其实它就是两个值 一个是处 一个是force 一个代表正 一个代表减 它们的这个值呢 都是固定的 当你声明一个变量 然后开辟一个空间的时候 程序呢 会判断你这个值 是什么类型的值 好 如果你是这个 你的这个值呢 它这个空间呢 是不可变的 然后就把它存在站当中 存储在站当中 它的值呢 就存储在站当中 为什么要存储在站当中呢 因为站 它查询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呢 存在站当中呢 便于这个程序 很快的找到你这个变量 而什么叫做引用类型呢 引用类型和咱们这个 基本类型恰恰相反 它呢 是这个 它的这个存储空间呢 是可变的 是咱们可以随意添加的 比方说是咱们可以添加 任何的这个方法进去 咱们可以添加任何的属性 然后 到这个程序当中 所以呢 在这个站当中 对象 在这个站当中 比方说 咱们声明 声明一个变量 它是一个对象 然后呢 在站当中呢 只是它 引用的一个地址 也就是说 它其实 它存储的就是一个数字 它存储的 比方说是 它存储的数字是1 而这个1呢 代表的是这个位置 1呢 代表是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 它在站当中存的呢 仅仅只是一个位置标识符 对吧 它真正的内容呢 是存储在堆当中的 如果要调用这段代码呢 要通过这个位置 然后来进行调用 也就是说是 它相当于一个遥控器 好 这呢 也就是 data script的 然后 数据分类的 这个基本的一个原理 数据 这个值 空间不可变的 然后它存储在站当中 然后它 值是可变的呢 然后它的值呢 是存储在这个堆当中的 然后存储在站当中的呢 只是它的一个引用的位置 这也就是咱们 能量守层的一个定律嘛 对吧 如果你要是 想让它查询的速度快点的话 那你就空间 你就必须得固定 如果你想让它存的东西多点呢 好 那么你这个查 查询速度 你就会这个降下来 所以呢 咱们这个data script的 它这个 数据类型的分类呢 是根据这个 变量 变量的值 存储的位置来决定的 好 这样说呢 大概大家可能理解起来会 相对比较容易一点 好 这个就是 变量的 变量的分类 分为初始类型和这个引用类型 而初始类型里头呢 又分为这五种类型 好 这节课呢 咱们讲的时间不短了 下节课呢 咱们再一一来介绍 哪些值呢 是属于这个undify的类型 哪些值呢 是属于none类型 是属于它们相对应的类型 好 这节课呢 咱们就讲到这儿 下载更多原创视频 请到后顿网论坛下载 谢谢 再见 后顿网提供免费视频分享 如果在学习中遇到问题 请到后顿网论坛进行交流 也可以加入后顿QQ群 同时后顿网论坛提供高清版下载 感谢您的收看